現在要把肉長出來 因為我們剛剛架構有了嘛 架構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為什麼剛剛很強調就是說 你可以的話是在建立新頁面的時候 是不是就把這個目錄弄好 那剛剛弄出來 事實上那個架構就有了 就有這樣事實上是最快的 最快的 那你說要壞到版面無法接受有沒有 再來改就好了 了解嗎 那我們現在呢 現在呢要來把這個內容把它長出來 比如說你看我剛剛有架構了 你如果是用 剛剛自己建立的齁你就 看你要挑哪一個 但是要自己 用別人的這個格式不見得適合你 對不對 你可以直接編輯 直接透過這個編輯器來改 這是一種方法 這是一種方法 沒錯嘛齁但是你看到編輯器 好像沒有功能很多嘛 所以 我會建議各位如果 你是比較講究 你是比較講究就是那個版面編排的 其實當然你可以考慮 就是用這種方式來編 但是如果你是比較 覺得說我不想要花太多時間 因為我這邊呈現的內容 實際上很多你的什麼 企劃書裡面有沒有都有這些內容 有了對不對 你只是想要把它放在網站上嘛 你了解意思嗎 所以如果你想要簡單一點的 在協作平台 把你的永端一點的資料叫進來就好 因為內容是不是一樣 我可以把比如說我有一個 假設我現在有一個這個企劃書 可是企劃書裡面可能包含了十個單元 我會不會每一個單元變成一個檔案 可以嗎 那我就個別放進來就好了 我們協作平台的目的 有一個很重要 方便的瀏覽 一個握的檔案五六十頁你要不要看 一個簡報七八十頁你要不要看 有人會看 但是如果你沒有 你看我們在這邊給你看一下 如果你的投影片沒有像我這樣子寫得很清楚了 請問你你要跳到第幾頁才能看得完 如果你都是這樣有沒有 那你不是每次都瞎子摸像 這次會開二十有沒有 就跳二十 這樣不是很累嗎 都用拆的 所以如果說你的簡報已經準備好也好 或者企劃書準備好 那麼我們就來用插入的就好 那怎麼編輯 假設我在這裡關於專案 有兩種方法 第一個你也可以直接把這個 比如說我把這個專案 這個企劃書打開了 那我就把相關的文字 可不可以直接一貼就貼進來 也可以啊 你看我們往下走 我起用編輯一下 好 走走走 你看這邊架構都有了嘛 對不對 好關於 我就把這一段 把它複製起來 拿過去 但是這樣貼過來 我編輯了齁 這裡 請問這樣直接貼上會有什麼結果 格式會過來嘛 對不對 但是不可否認的 握著裡面的格式跟網頁上的格式 一定多少會漏差 多少會漏差 你現在看到這個 這樣子 但是呢 尤其比較複雜的格式過來一定不行 多少會有跑掉 也會比較不好編 所以你剛剛有看到 按右鍵的時候 有沒有叫純文字貼上 如果你比較不喜歡 就是那些格式這樣很亂的 你可以用純文字 你再自己改一下 比如說這是標題 你隔開之後 這是標題 各位應該都有用過 那個叫做 這一種吧 Office裡面 各位應該都有用過這一種吧 對不對 還是你平常是習慣不好 習慣不好 什麼叫習慣不好 選起來 這一種啊 這叫做製作念 因為你用這樣子有什麼缺點 你做了多少地方 要改就 要回去改多少事嘛 所以製作念不可活啊 我後面剛剛那三個字沒講 因為你做了多少個就回來就改 所以 如果說比較好的方式去 你也不用選起來 請問要不要這樣選起來 不用啊 握著裡面就要點到這個段落 這樣不是就變了嗎 你們Word都有學過啊 你看我點到他 標題1 握沒有 握沒有mark起來 不用啊 因為我們這套用樣式的時候 今天好像在上Word 套用樣式做是這種樣式有沒有 是滑過去 只要游標在這個段落 就都受人強 這樣沒錯吧 對齁 對啊 所以 Office學得好 協作平台就會做得好 但是你也可以顛倒過來 協作平台學好之後 握著也會摸隔離間起步 蛤 這樣沒錯吧 對不對 好 那如果你是用這種方式我也不反對 因為這樣也是OK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春假 好 那如果呢 你覺得這樣還是太麻煩 你整期就這樣 來這裡 預期成果對吧 好 一樣編輯 有沒有看到一個插入 它好用的地方不在什麼 不在這一列 這樣了解嗎 請看上面這個好用是在這裡 嘿 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來這邊插入 有沒有看到功能很多 功能是在這邊 那所以你從這裡進來 你就從這邊告訴它 你要雲端硬碟的哪一個 有沒有 你可以是影片 可以是資料夾 也可以是表單 也可以是圖片 也可以是簡報 當然前提是什麼 你必須已經轉換成Google文件 Google表 那個所謂的那個 點進來你看 你看吧 我這裡有沒有 有一些我是用Google文件的方式 所以點進來了 假設這裡 選取 好 它有告訴你這個高度多少 高度多少 你可以自己選擇 那寬度 原則上 空白就是 它會蹭開百分比 好 OK 這樣就好了 那你說沒有啊 我沒有看到啊 你要儲存離開它 好 請問 這樣文件有沒有在這裡面呢 對不對 這樣也是一種方法啊 這樣你就用剛剛這個 可以讓你打字速度變快的方法 在這邊編輯啊 對吧齁 你在這邊編輯好了 那變成一個文件也可以進來 這樣會不會了 所以我先提供兩種方法 如果你覺得這兩種還很麻煩 等一下我再提供更文翻 這樣會導致你不想做這兩個練習嗎 哈哈哈哈 你先試看看啦 好不好 最簡單方式 一個就是你在Google文件這邊先做好了 好那就放進去 另外一個呢 直接大家最會的複製貼上 但是記得啦齁 如果你要比較OK一點的 我是蠻建議各位 就是用我們儲存字的方式貼進去是 以後你在格式的一些調整這樣 是相對比較容易 相對比較容易 而且協作平台因為它是網站嘛 可不可以除了插入我們這 剛剛的文件內容以外 可不可以插入YouTube影片也可以 因為有些成果啊 甚至怎麼樣 如果你是辦活動 會不會有一些照片 照片有兩個地方可以放 放哪裡 雲端硬碟 還有什麼 Google的相簿有沒有 Google相簿現在也蠻多人在用的啊 它可以幫你自動備份啊 自動備份你手機照片以外 其實很重要就是 你也可以透過它去做分享 也一樣可以放在這裡面 直接就呈現出來 所以你先透過這兩種方式 先試看文件的方式怎麼呈現出來 好 好 好